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哈啰 哈囉 人們 歡迎光臨 對 今天就是特別來這邊呢 品嘗一下你們這邊很有特色的這個娘惹料理 好 刘萱姆 最后一道了是不是 所以这一道是什么 咖喱鱼头 咖喱鱼头 Buccio-Facuku-Kraboo OK 卖顶 台湾菜 好,蓝色的野人们,谢谢你 这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很有特色的娘惹料理 首先,应该要先进行开胃菜 那这个呢,如果你喜欢娘惹料理的人一定很清楚 冒顶是娘惹里面非常有名的开胃菜 首先呢就是要先把它的那个主菜 它里面有那个沙格 然后还有一些菜 然后把它呢放到这个帽顶里面去 对对对 然后呢刚才啊 那个老板有非常仔细的吩咐说呢 那为了吃出最好的味道 一定要先把这个辣椒放在这上面 对不对 其实之后呢才放这个蛋花 因为这个蛋花在上面呢 它说可以帮忙锁住那个辣椒的味道 各位非常有名的娘惹料理的开胃菜 帽顶 到底的娘惹啊最重要就是 它味道里面掺杂着很多民族的感觉 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 很有民族气息的感觉 我个人对这一道非常有兴趣 你看哦 刚才说是那个 其实就是在森林里面很多的一些野菜 把它采回来之后呢 采再回来以后就可以这样子用一种酸辣的方式去炒 哇 这个也好开胃哦 这个就是应该是那个娘惹的菜肴里面的特色 酸酸甜甜辣辣的感觉 现在呢就要品尝这一道咖喱鱼头 那我想辣的那个食物呢 应该就是娘惹的菜肴当中相当有名的 那直接来调这个 咚咚咚咚 已经吸满了这个咖喱汁的豆腐 豆腐 哎 因为这个一吃下去的话 就马上可以品尝到那味道 哇 正点 它叶酸非常的入味哦 让整个咖喱的浓稠度 不好意思 还会喷你呢 因为那个浓稠度啊 变得非常的稠密 所以吃下去的时候那个味道非常的浓郁 然后各位要特别介绍一下 我手上拿的这杯饮料哦 哦 先讲味道再告诉你它是什么东西 酸酸的感觉 然后呢 喝了下去好像感觉整个都会突然红了很多 有没有 越来越红 因为它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 大红花做成的大红花汁 红啊红啊 OK 当然还有另外两道呢 听说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烹煮的 就是这个 碰地鸡 所以要放辣椒 你看有时候吃辣椒啊 那感觉就是一定要 辣到心里面去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整个人有要打冷战的感觉 哦 这样子才爽 有没有 所以这个 这个辣椒加上这个焖煮了很久的 我们这鸡呢就有这样的感觉了 吓你啦 怎么可能 但是那个味道真的非常非常入味哦 所以证明说呢那个师傅一定是花了很多心思 嗯 嗯 好吃 好 下来呢 最后一道了 登登登登 这个虾子虽然呢 有我个人是有点害怕的这个臭豆 三八臭豆虾 直接来吃一下那个虾肉 哦 好新鲜耶 登登 嗯 好新鲜的虾子 所以那个口感非常的好 非常的弹口 有没有 QQ的 嗯嗯嗯嗯嗯 好吃了 好吃了 各位 我刚录了一个东西哦 你很好奇 看了很久 对不对 就是这个了 看看看 看看看 蓝色的饭 到底是怎么弄的呢 因为它是用蓝花 用蓝花来 连同那个饭呢 一起来煮的 所以那个蓝花的颜色 就会渗透到饭里面去 那当然 香味也渗透进那个饭里面呢 所以一定要吃一口汗 来 实在是太特别了 所以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真的喜欢吃 凉热的料理的话呢 这一家店真的是 很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 他们不在那时菜肴 连整个环境呢 都传承了凉热文化的特质 所以你在这边呢 可以完全感受到 我们祖先们的那种 融合的感觉 有没有 所以大家有空再来吃一下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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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